不可能要小心 因為烏克蘭跟俄國 有兩千多公里的邊境 所以常常遇到這個問題 有人去森林走一走啊 或是在河旁邊玩一玩去遊園 然後會不小心 結果在俄國出來 他講得好輕鬆哦 就好像我們開車去苗栗新竹一樣 真的是這樣吧 所以... 這個是... 好小哦 這張是FBI給你的嗎 這個地方是叫Mirapilla 然後烏克蘭跟俄國的邊境 就在這裡 所以其實很近 那個時候俄國跟烏克蘭關係很好 所以其實你知道很多人就會 還OK 沒問題還OK 但是如果現在 就是非常非常危險 住在德國的南部的人 非常幸福 靠近瑞士那邊 我有一個朋友 他住在Koblenz 這個地方 就是他在瑞士上班 瑞士的薪水是德國的多50% 就是很多人啊 都覺得我們加拿大人 都是白人啊 或者甚至 我們這些白人都是美國人 那麼多吧 但是說實話 如果是比例 我們人就是比較帥 好像我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很崩潰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來自義大利 他是義大利人 他是美國人 他是越南人 哦 他 他是馬來人 馬來西亞籍 有很多的種族 有馬來裔 有華裔就像我 那還有印度裔 還有本來的原住民 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如果你有馬來西亞朋友的話 千萬不要因為就是縮寫 又或者是方便就說 他是馬來人 我們收到是不一樣的意思 我跟你講 我已經考慮很多 因為你看 又要帶老婆 又要帶小孩 你知道嗎 東西一大堆對不對 有的地方又要辦簽證 我覺得想來想去 我還是去香港好了 又香港 怎麼了嗎 不是說香港不好 香港我本人也很喜歡 但是你一年去了86次香港 你不膩嗎 我有考慮北港跟東港 最後我還是選擇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有一種熟悉感 方便性就對了 對 很方便 你怎麼會這麼沒創意 怎麼了嗎 我跟你講 我本人是開旅行社的 對 我可以給你一點介意 當然 潛艦 有什麼好處 就是在短時間之內 你可以去很多國家玩這樣 可以這樣嗎 對 什麼辦法 你就是直接移民到歐洲 因為歐洲很多國家都挨在一起 所以你只要坐火車或是開車 甚至你走個三天三夜都會到 就是說高速公路開 下一個出口可能就是法國 或再下一個出口是德國 對 有時候你這樣子 在路上講電話對不對 講一講 講一講 開快一點 真的耶 對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講 就是說 你如何你在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去很多個國家 我跟你講 這是怎麼去的 有的人我跟你講 他一出家門 他就到了另外一個國家了 我跟你講 要不是我自己 真的親身體驗過 我也不能相信 原來走路 有時候有沒有 下海關 然後用走路的 就到另外一個國家了 你左轉又到另外一個國家了 三國交界點 有沒有去過 對啊 所以真的在國外很方便 國邊境都立了一個牌子 上面都有他的照片 所以他們只能搭飛機來台灣 我們聯合國新男歡迎 歡迎 一般人出國 一般人出國 大多是一個國家玩透透 今天節目中 要來教大家 進階的出國玩法 新男們要來分享 他們的多國跨境玩法 精采內容 絕不能錯過哦 你們是在國人哦 有時候就是不小心像我們講的 因為你可能在國外有一些 可能路牌或什麼什麼東西 你就看不懂的這些事情 那前一陣子就是一個台灣朋友 然後他去美國玩 然後他在美國的北部的 民主党那邊玩 然後他們就是決定去 加拿大的一個外出 所以他們就開車去嘛 然後就是逛那個外出 然後逛完節 他們就是決定要再去那個 尼加拉... 尼加拉瓜大瀑布 對 那個瀑布就對了 尼加拉大瀑布 尼加拉拉跑步瀑布 好難念耶 尼加拉拉... 又跑步 那個瀑布也是在美國跟加拿大 對 中間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開車的話 如果你那一些英文看不懂 看不太懂 你很容易就是不小心 又回到了美國 是不是 然後那個台灣朋友 就是開車的時候 不小心又開回去美國 然後突然說 我們怎麼會又回來美國 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是要開車 回去加拿大的時候 但是就要進那個海關的時候 海關不讓他過去 因為他們辦的那個加拿大的簽證 是一次簽證 可是加拿大不是你們的 第五十一省嗎 對 那... 但是美國人可以啊 但是台灣人不行啊 如果你是台灣人 你一定要把那個台灣的... 你講真的假的 美國人可以嗎 美國就是進出自如就對了 現在美國可以啊 你就是... 只有你有那個駕照 你可以過 美國人可以進加拿大進出自如 加拿大人可以進美國 進出自如都可以 也可以 但是別國家的人不行 對 但是那個台灣朋友 就是因為這個狀況就是... 他就是被管在那個海關很久 因為就是要從他的一次簽證的 那個簽證改成多次的 就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花那麼多時間 他的朋友人還在您家拉大 沒有 他回來了 好久 在烏龐也要小心 因為烏龐跟俄國有 兩千多公里的邊境 所以常常沒到這個問題 有人去森林走一走啊 或是在河旁邊玩一玩去遊玩 然後會不小心結果 在俄國出來 我記得我二十年以前 也跟朋友們一起騎腳踏車 我們希望騎這個人上機腳踏車 你知道所以你去 我給你們看我住在那裡 我就在這裡 這個地方 好小啊 這張是FBI給你的嗎 在那邊 這個地方是叫Mirapilla 然後烏龐跟俄國的邊境 只在這裡 所以其實很近 差不多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很近 然後在這裡有很大的森林 森林 所以我們就那邊玩一玩 騎一騎 因為那邊沒有路 然後就沒路了 然後出來的地方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那裡 然後很渴 然後附近就看到 一個小的城市在這裡 叫故意我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不知道這個城市是什麼 所以我們去點裡面 然後那邊 就問他們 我們想喝水 然後就先放在桌子上 然後他就看我們 他說一百塊 他說在這裡啊 他說我要掙的錢 就在這裡啊 然後他說他看我們 然後我們看他 然後就很尷尬 不懂得有什麼問題 因為比如說 你知道如果台灣人去美國 然後玩機他才在美國 去點買東西 拿台幣 然後第二年說一百塊 他就給他一百塊台幣 然後這種感覺 然後他們會看彼此怎麼樣 這個人就病了對不對 我們也是啊 朋友就看一看附近怎麼樣 那個人說你知道 你們在俄國 說很糟糕 那個時候有點危險 因為你不應該 不小心就過邊境 好的事是很久以前 那個時候俄國跟烏龜的關係很好 所以其實你知道 很多人就會 國外過去 沒問題還OK 但是如果現在 就是非常非常危險 對 可能現在過去 我們有辦法回去烏龜 誰會出門騎個車 還帶護照 不是啊 想說小孩去哪裡家 吃晚飯要叫他回來 打電話去說媽媽有在別國了 對啊 騎車騎到別國去 真的很瘋狂 而且你看他這個 他講的是說 他在森林迷路 就到別的國家了 對啊 可見那個是沒有邊界 沒有鐵絲網 他有說他那時候很鬆嘛 現在不一定了吧 現在不可能 現在不可能 他們讓我們回去無可 那他現在旁邊 會有人拿槍在那邊嗎 邊界 有啊 因為真正的 你要給護照 如果沒有護照 他們知道你是誰 所以很麻煩 你要等一下給父母 叫父母過來 給你的護照 然後跟他們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媽媽會氣死 煮菜煮到一半 要拿護照救小孩 煮菜煮到一半 小孩出國了 這真的太詭異了 好妙 那阿瑪 我家鄉在瑞士的 Hermans 這CIA給你的 是不是 不是 這個是 你看 Hermans在這裡 那這邊是法國 這邊是瑞士 我們是在湖邊 所以有時候游泳、滑船、坐船 游來游去 到法國去了 這是真的 對 其實還好不用戴針劍 不然游泳就不方便了 會失掉 對 因為我們以前在瑞士 也是這樣子 我們以前瑞士的季節 禮拜六早上都會自動選課 然後就可以選騎馬課 可以選其他的課 然後我就選了騎馬課 騎馬課要去法國上 所以我就是每一天 禮拜六的早上開 我也忘記了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不知道什麼之內吧 然後我們就坐一個小巴士 然後就一路要帶著護照 然後就去法國騎馬 好特別哦 騎完馬再回來 真的 像我妹妹 因為網球就是在邊界的 幾百公尺而已 就是在邊界後面 騎腳踏車去 有時候在森林裡玩 就 不知不覺到法國去了 然後隨便 順便尿一泡來 尿 什麼心態啊 留一些東西在法國 好 對 坐幾號 所以這都沒有圍牆的 你看 沒有 根本沒有感覺 就是 因為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是旁邊很像一個 就是像電話亭這樣 然後裡面有個人在那邊 就稍微檢查一下 沒有 現在他沒有 現在沒有人值班了 現在已經沒有人值班了 沒有人值班了 所以就隨便來往都沒有感覺 出國 跨國沒有感覺 我也在法國住的 也是南法 那你看這裡 又來了 又來了 一張比一張 一張比 那我住的地方是這個紅線那邊 這海邊 然後你看這邊的線 這個這是西班牙的 所以我們可以 大亞開有三十公里而已 所以可以開車 沒有半個小時四十分鐘 已經會過到了 然後也是小的時候也會去山山 去巴山 是去路 你會過 因為這個山的最高的地方 有一邊是法國 另外一邊已經是西班牙的 然後也是像瑞士一樣 因為都是山山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路 是什麼的 所以如果是騎腳踏車 是坐路的話 也可以過去這樣 好酷喔 騎腳踏車就可以出國 你看像台灣 如果要出國 你就要游泳 要嘛就一定要搭飛機 可是這邊你們就走兩步路就到了 而且真好 都很友善 對 過去咧沒關係 然後也可以 也可以拖轉 拖轉過去也可以 然後我小的時候 我們也是很喜歡去西班牙 然後也是開車去西班牙 以前也是還滿方便的 現在比較麻煩 但是以前可以亂開車 也是亂訂車沒關係 因為以前沒辦法開發單 因為是法國的車在西班牙 所以他們沒辦法 現在是歐盟的 英國這比較 都一樣了 對 都比較一樣 他講得好輕鬆喔 就好像我們開車去苗栗 新竹一樣 真的是這樣 跨線式 真的是這樣 瑞士坐法國的那個列車 要七個小時還九個小時 有點忘記了 坐列車到法國去 到巴黎 從瑞士坐到巴黎 坐飛機 也大概是我們從這邊坐飛機 到高雄 對 那時候就到了 對 真的很近 而且像我上次也是 就去旅行旅行 兩年多前的時候去開車 然後就在歐洲 那在歐洲的時候真的就是 你跨國的時候真的是毫無感覺的 那我們那一趟是先從荷蘭 然後荷蘭是先坐火車到德國 那時候在坐火車的時候也是 中間就是本來還想說擔心說 會不會有人上來會查 就是看你的身份 然後護照什麼的 然後看你的那個機票 有沒有簽證什麼的 但是後來就發現 其實上去坐到那邊 完全沒有感覺 就很像睡一覺之後就很倒臉 對 然後到了之後 也沒有人在查你的那些證件 什麼的 對啊 就是很自然而然就到了 而且其實你不會太有感覺 你換了國家 對 因為你已經在那個地方歐洲了 然後你路上的風景 其實它就長得差不多 就看起來都一樣 不是說像台灣 我們台灣的風景 然後你下飛機出去 是另外一個風景不一樣 那我們以前也是很常從瑞士 就坐火車到英國去玩 然後到米蘭 到威尼斯 然後一路坐 我是到威尼斯 是看到旁邊已經有水 我才知道我到威尼斯 要不然其他旁邊 都是森林 有口水 對 剛才講到旁邊 是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而且尤其是因為現在 有申跟簽證的關係 所以跨國境 台灣人來講是沒什麼問題 對 有一次就是這樣子 我從斯洛伐克 布拉提斯拉巴 我要坐車去奧地利 去維也納 然後我們就上了車 然後就其實他們會來 給你蓋一個章 我們為了蓋那個火車邊境章 那甚至是他們其實也不一定都會蓋章了 有時候是你叫他說你想要蓋 他給你留個紀念而已 然後那時候我們從布拉提斯拉巴 他其實就是很近而已 下一站就到那個維也納 結果我就問旁邊的那個老太太 就問她說 你要去哪裡 她說沒有啊 我是要去布拉提斯拉巴 你怎麼還沒下車 我說 我剛剛打個瞌睡 過頭了 就直接坐到維也納去 那他還要從維也納坐回來 對 他又要再坐回去 這個應該說 很近啊 很容易會發生的事情 對 這麼慘的經驗 其實發生在我的身上 你知道意大利 它有很多鄰國嗎 什麼 法國 瑞士 奧地利跟蘇魯維尼亞 那意大利的東北部 有一個很美的城市 叫做 地利亞斯特 那這個算是一個雙語的城市 他們當然會講義大利文 可是他們也講斯魯維尼亞語 那我那個時候在那邊讀書 大概是因為現在歐洲我們山根 所以不管你去哪都很方便 山根簽證 對 可是大概那個時候 一定需要一個護照 才可以跨國 那我還記得我朋友跟我說 我朋友他住在義大利 跟斯魯維尼亞的邊境 然後他跟我說 我可以在地利亞斯特坐火車 鋪到十分鐘 他就說你要注意 鋪到十分鐘一定要下車 因為我在義大利 我不在斯魯維尼亞 我跟他說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 可是我哪天特別累 然後我坐火車 我想說十分鐘 應該沒有那麼快吧 我稍微瞇一下眼睛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坐火車 嘟嘟嘟嘟嘟嘟 就很容易睡著 很好睡 很舒服 很容易睡著 結果鋪到十分鐘過後 我聽到那個火車停下來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 我們到站了嘛 但是我看外面呢 什麼都沒有 它是那種很偏僻的椰田 你知道嗎 就鄉下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說應該 因為有時候在歐洲 如果有從另外一個方向 過來的火車 那我回等一下 我說好吧 那麼久 結果我等了半個小時 那個火車還沒有動 然後我就轉過去 我看到很多人 我問我旁邊的人 現在什麼問題 他不會講 他也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然後大概五六個人 他們都不會講義大利文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上一站 我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是義大利最後一站 所以所有的義大利人必須要下車 火車上只有剩下斯洛文尼亞人 所以他們就會講斯洛文尼亞語 然後我大概等了再五分鐘 一個警察伯伯他來 他跟我說我一定要下車 但是我們沒有到站 我們在偏僻的椰田 所以結果 我從那邊必須要走路 走回到義大利的邊境 因為那個時候我沒有帶護照 所以但是現在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都生根去水害好 但是那個時候有很多 你沒帶護照 他怎麼認定你是 對啊 而且半夜你一個人 萬一被劫財劫色怎麼辦 沒有 這個我一定要講 因為我們義大利 我們有一個義大利國民的身分證 在義大利國內都可以使用 所以他可以看到我是義大利人 可是如果當時你要跨國 你一定需要護照才可以 他一打瞌睡就出國了 我一打瞌睡就到公車總站 怎麼會這樣 差好多喔 住亞歷莎那州 所以我們就是比較靠近墨西哥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特別是如果你從鳳凰城 或是土産那邊 開車去那個San Diego的時候 那個路線你會稍微 就是廟接近墨西哥的那個國家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是念大學嘛 然後就是買了一個收機 然後沒想到 我們就是一邊開車一邊 講電話這樣子 然後開一開 虧風荒城的時候 拿到我的那個電話費的時候 平常就是差不多一千五台幣 突然間變成三千塊台幣 想說為什麼電話費變得那麼貴 對啊 那就是仔細看我的那個單子 上面就寫那個 我就是突然就是變成國際電話 國際漫遊 所以它就是跑到 墨西哥這邊的那些塔 原來San Diego離墨西哥這麼近 對啊 從San Diego到墨西哥就很近 差不多半小時就 真的假的 非常非常的近 然後這邊也有Nagales 所以我們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常常去墨西哥玩 對啊 酷耶 下次可以去 之前去參加那個什麼美西 不知道七日遊還八日遊那個 他有一站就是帶你去那個Tiwana 那個體驗一下 就是說 那個電話的問題 就是很氣人 有時候我在家裡講電話 就變成法國漫遊了 你住太近了 因為我裡面太近了 所以很麻煩 每個月要對賬要看 你要來法國住吧 氣死人了 真的 而且續好又不好又貴 續好又不好 所以你到底有什麼話想對妮可說 你說說看 不好說 我就不用手機了 我現在用網路就好了 不用手機了 還有一點是 宗益瑞士開車開到法國 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聖上一定要帶錢 因為 法國警察會 偷偷去測訴 真的嗎 超速要跨國罰款 如果是被機器照下來的話 一樣會寄到家裡罰單 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被攔下來 那就麻煩 你身上沒有錢 你又不是居民的話 還有可能 就是不讓你把車開回去 對 車壓在那兒 就扣車 對啊 扣車 所以有時候 那就 你就免費法國三天兩夜遊啊 車啊 你是不是被扣了啊 那很麻煩啊 你想一想 你車子要留在那裡 你要自己走路回家嗎 所以你可以身上有錢 但不需要 你就是當下就給他錢 發款 罰單大概九十歐嘛 最少 九十歐喔 對啊 我跟麻煩的那個是相反的 就是上次我去德國的時候嘛 那時候就是我朋友開車 然後他開車的時候 就上一條高速公路 他就狂飆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很緊張 因為我遊錢都要跟他對伴 我想說 被拍到照片 我也要跟他對伴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開車不要開太快 因為我剛剛已經開到快兩百了 我說你不要開太快 你這樣開太快怕會被照 他說沒有 你不曉得嗎 這一條高速公路 就是沒有限速的 我說你在開玩笑嗎 他說是真的沒有限速 我說那你開到三百呢 他說就是沒有限速 我就想說太誇張了吧 然後他就一路這樣狂飆 所以我們平均的車數 大概是兩百二 兩百三左右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喜歡去那裡 租跑車去哪一條開 對 所以那時候我在車上的時候 我就發現 你在因為沿路 因為那一條真的很長 你沿路就很像看車展 因為你就會發現旁邊很多台 比如說什麼車 FARIA SHOO 什麼LOOKING SHOO 我以前也是 像開快去德國 一直狂飆 對 你身上有很多90歐是不是 不用啦 因為它有一些路段是不限速的 有些路段限速的話 大家都遵守 有些路段不限速 大家都飆 慢的車在右邊跟卡車一起 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德國人真的是 滿守規矩的 因為我就想說 因為如果大家開速度 開這麼快 第一很危險 第二是應該很容易出車禍吧 但是我看德國 他們那邊很像 就是一路都是平安 就是也沒有看到有任何的 車禍或是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說 因為德國人真的是非常守秩序 就是他們其實也有分那個快速 就是比較快的 然後慢的道路 那裡面就是慢的 那慢的話可能就平均 大概一百八左右 慢慢 對 一百八 一百八 一百八就慢 可能一百五一百八吧 是不是 然後呢 可能到外圍的話 可能也到兩百五三百左右 所以可能就是 快的人的話 就會開外面那條道路 但是他們呢 就是不會亂換車道 對啊 不像台灣人鑽來鑽去 對 台灣人就喜歡 咻 因為他狂飆也不太好換車道 請問你們鄰國的國家這麼多 你們有沒有特別喜歡去哪一個國家 因為去那邊好處多多 比如說我有個好朋友 有點胖胖的 然後去年我回去烏龐的時候 發現他就變瘦了 我問他你怎麼了 他說現在最少一個月一次 或是有的時候 每個禮拜一次要騎腳踏車 差不多八十公里 那我問他為什麼呢 他說他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然後他所有的客人都是在俄國 有很多工程那邊 所以他每個月會拿到很多案子 然後那些公司會在他的俄羅斯的銀行 賬戶錢寄到那邊 所以呢他拿到這筆錢 他需要差不多每個禮拜 騎腳踏車到那邊 然後出錢 因為如果那筆錢 俄羅斯的公司寄到烏克蘭 他需要付稅 所以這筆錢一個月 他會升一千兩千塊美金 所以呢他為了這筆錢 需要就每個禮拜去那邊出錢 所以他每次跟我說 他有穿隨便的衣服 然後就去那邊出錢 放在他的包包 然後偷偷就去烏克蘭 然後就可以滑 累不累啊 怎麼樣你有興趣是不是 嗯 那什麼 是比身體是不是 其實很不錯 對他真的很不錯 因為這是有健康有會省錢 對啊 因為 好 真的 因為它是在變手 然後變有錢人的 好處 但是說到省錢 我之前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我們去馬來西亞也是自駕 然後開始就想說要開到 那個剛好是新加坡 跟馬來西亞邊境的加油站 剛好在那邊 沒油了 想說要加個油 結果我們一看到那張的奇怪 很多車子都一直在搖 你知道嗎 大白天在加油站 車子一直狂搖 我們想說怎麼了 我們以為是不是 這是不可告人的事 光天化日 然後就一直搖車子 然後奇怪我就去問 結果發現 竟然不是馬來西亞人 竟然是新加坡人 可是我們明明就在馬來西亞的 就是區域內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要 就是你們是來玩嗎 還是來什麼 他就說沒有 他們是特別從新加坡 開車到馬來西亞加油 因為新加坡的油價太貴了 馬來西亞比較便宜 然後加上那為什麼 我說那你們為什麼要一直搖車子 他說因為搖車子可以讓那個油 加比較多 然後加多一點 然後我們再開回新加坡 就為了省那個油錢 他很可愛 他不會帶幾個空桶去裝 對啊 對啊 超奇怪 為什麼你就帶兩大桶 然後把油載回去就好 因為新加坡油真的太貴 所以他們就到 因為馬來西亞的物價 相對的比較低一點點 而且真的很近 而且他們都可以省超多錢的 就如果以長期這樣加下來 對 而且像我朋友也是 就住新加坡 可是他也是會跑到馬來西亞 去買一些民生用品 回來 因為那邊真的差很多價錢 對啊 所以就一趟路 然後一去買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的份 然後再回來 烏龐人有一個習慣 就是秋天的時候 我們很喜歡去菜野菇 因為我們烏龐有很多森林 我覺得那邊你們可以看到 這也太大了吧 好像強了 天啊 但是你知道有一個 好可愛哦 這也太大 這個已經跟馬力兄弟裡面的 差不多大了 好像種在家裡 這個好像魔戒裡面 那種哈比人的那個 森林裡的姑姑 對 好可愛 那個美式賣場賣的那種 超大的那種 這是你們森林裡面就有的嗎 對 都有 所以你知道我們有一個 好棒哦 因為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的爺爺要帶回去 好可愛 這有毒吧 好可愛 這個馬力兄弟 這個不可以吃 這個不可以吃 這個是蛋糕吧 都太鮮艷的不行 都太鮮艷的不行 你以為你是那個會變大是不是 沒有 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的爺爺那一回帶我去菜野菇 有沒有很多森林 但是這個森林很大 一部在烏克蘭 一部在俄羅斯 所以我就進去了森林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小姑 跟爺爺說那這邊有 就說等一下 然後他一直帶我 我們一直走 一直走 其實很遠 可能要走兩個小時 我看到很多小姑 他們都不拿 之後呢 到一個地方都說 現在可以拿 我說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俄國 所以現在我們先去那邊 採野菇的就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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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因為那邊拿了可以加一命 你不要這樣變動啊 所以我們那邊回採野菇很多 之後那些人會去試一下 賣給俄羅斯的人 所以他們總共是這樣 烏克蘭俄羅斯 烏克蘭俄羅斯 因為邊界而已 最後就賺錢 之後回去的時候 就到烏克蘭那邊 就拿了我們的香菇 然後回家住 住在德國的南部的人 非常幸福 靠近瑞士那邊 我有一個朋友 他住在烏克蘭俄羅斯 這個地方 這個是德國 那下面是瑞士 那他住在烏克蘭俄羅斯是德國 可是他在瑞士上班 他每天開大概20分鐘的車 就到瑞士 然後住在哪裡呢 瑞士的薪水是德國的 都50% 這個其實比你在新北市 住居住嘛 然後到台北市上班 還近的距離 有一些住在這裡的法國人 他會坐船到對岸去上班 因為 有翻兩到三倍 真的 像我弟弟他是醫生啊 在日內瓦的醫院啊 護士 都是法國人 真的 對 你今天到底有多少話 要對法國人說的嗎 沒有 法國的護士怎麼了 因為法國的護士的工作很辛苦 他們的價值也很低 所以現在法國有很多的護士的問題 他們是會從國外來的 但是 很多日式人他會選擇 到法國買房子 因為 房價便宜一半 便宜一半 所以我有朋友他買很大的房子 就是獨棟的 鄉下 他有 有游泳池 有花園 有花園 還說表情真的好可愛 然後他就是天天開車 你是不是對社會有很多的不買 沒發現了 他好用力 其實瑞士跟法國的關係 是不是有點像美國跟墨西哥一樣 對不對 到那邊去 然後去置產 去度假 他等於是買一個... 其實瑞士人全都是很多討厭 瑞士就很看不起其他國家的人 很奇怪 瑞士誠實比較好 我有一次坐那個瑞士航空 再回來回德國 然後那邊我旁邊有一個瑞士人 現在很德國人 他都說 嗯 德國 然後他就感覺是很瞧不起的時候 瑞士就多好多好什麼的 因為他們真的很好啊 因為他們真的很好 而且你知道 瑞士會這樣 是因為他們早期的時候 都是可能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最近比較有錢的人 移民到瑞士那邊去 因為他們是個和平地方 對 他們沒有打仗 文化也保持 所以他們就覺得自己一定要高一點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的點就是 德國跟瑞士其實很多 靠近德國的部分 其實是 算是同樣的民族啦 多講德文 那以前德國有時候很多帝國嘛 瑞士也是那時候也是一個帝國 那後來 德國就是統一了 變成一個國家 瑞士那時候很強烈說 我們不要 我們不想參與 你們做你們的 對啊 真的 所以到現在 你看他們有多聰明 對啊 經濟沒有被拖垮 經濟沒有被 你看他變成他自己獨立 獨樹一個嘛 他就沒有被拖垮 然後文化才什麼都... 都有 都弄得很好 是對的 而且你看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經驗品 就是那種小小的 但是很貴 一支錶 然後那十幾二十萬 是 然後經濟 就是他可以帶很多支錶回去 然後經濟瞬間上來 所以真的從瑞士這個地方 也看得出來 戰爭對一個國家有多大的傷 對 正講到瑞士住在最南部的 我們給他們一個特別的名字 就是跨國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走不到五分鐘 就可以到義大利的北部 可是我們義大利的價格 比瑞士便宜太多了 結果有很多瑞士住在南部的朋友 他們就很愛來到 義大利的北部的超市來買東西 例如說要舉個例子 我們義大利的礦泉水 一個大瓶子 0.8歐 那0.8歐是多少 大概30台幣左右 那如果是在瑞士的話 同一個東西 同一個產品 要4歐 所以他們就走一走 來到義大利的北部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 很多瑞士人在那邊逛超市買東西 這是真的 因為像我之前是去瑞士的時候 他們也是 他們都說他們很喜歡 因為他們真的很靈近義大利 他們因為瑞士所有進口的東西 物價 你看小小一瓶洗髮金 可能就是大概要個三五百塊台幣 可是台灣其實買一大瓶才一百多塊 它的 只要是所有是進口的 在瑞士都非常的貴 所以瑞士人真的超級愛開車 因為他們其實開車到義大利 臨近的可能 一個小時以內就到了 很近 很近 然後因為義大利的超市 它你說香料 然後香料的 你能選的物種品種 其實比較多之外 價格真的差很多 像 可能 瑞士買一瓶紅酒的錢 在義大利可以買到兩瓶 所以在對他們來說 他們如果當地民生需求的話 他們真的會去義大利 然後像我很多是台灣過去 瑞士那邊念書的朋友 他們每一次就會開去義大利 去大補給一通一番 然後直接回到瑞士 然後他們就每天晚上這樣煮 然後料跟選擇也相對的多 非常的多 對啊 一瓶可樂 我那個年代在瑞士 一瓶可樂 就80塊台幣 超貴 對啊 現在都要一百多 對啊 現在又更貴 沒有 平均下來的話 是便宜一半 百分之46 46 我說肚子餓了 我喜歡的Keybop Keybop就是 很好吃 知道 你就可以上天堂了 可以準備死了 吃完就上天堂 真的 是形容好吃的意思 這是什麼 Burger Burger 在瑞士 這個要十塊錢 要十塊錢 對 才虧 很貴 所以是要十塊十歐 這個在德國是歐 對 義大利也是 法國五塊 五塊 而且肉更多 我覺得他為什麼 肉更多 我覺得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講 有客家人的槍出來 對啊 他說這個五塊 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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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我移仗才會講 這五塊錢 所以他開個車去那邊 什麼都半價 真的半價 很開心啊 對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牙齒 牙齒 看牙齒 看牙醫啊 牙齒怎麼了 其實因為 注意事實人的牙齒不好 為什麼 因為 我吃巧克力 真的 我吃巧克力 因為那個 減飽沒有飽含這個牙醫的部分 對 所以 很貴 我們去法國去看牙齒 看牙齒 便宜四倍 四倍 真的 四倍 那你可是你前面講的都 你覺得你很討厭法國 沒有 這個叫 愛和恨 愛和恨 對 愛和恨 這也是 對 我們互相了 那你來到台灣 又有缺點 來到台灣之後有沒有發現 台灣更便宜 便宜 就是喜歡待在這裡 像我有朋友也是啊 他是住美國 但是他很想移民到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的福利也是超好 然後薪水也是相對比較高 或什麼的 然後重點是 他們是看醫生也是很便宜 因為像美國隨便看個醫生 比如說牙醫洗啊什麼就是幾千塊 但是在那邊呢 就是他們也有 加拿大也有享受 就是跟台灣一樣有健保的那種福利 法國也是很愛去西班牙 法國人這邊是住我們那邊 南法的地方去西班牙 因為也是那邊也是 有很多東西比較便宜 加油也是比較便宜 大概30%比較便宜 便宜那麼差 對啊 因為法國的稅這樣還滿高的 然後也是 比方說 如果很多人喜歡球眼 然後法國現在越來越貴 大概 怎麼說 這個 一包還是 巷眼一包要快300塊 哎唷 但是你看20分鐘到西班牙 大概可以150 180塊 然後太開心一路回來就抽完了 喂 沒有那麼開心 然後又要再開回去啊 對啊 哇 怎麼半價呢 同樣的情況在北歐啊 北歐物價超高的啊 可是挪威的物價跟瑞典的物價 就有差了 對不對 所以挪威人會跑去邊境的地方 跟瑞典人買東西 像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雖然是很久以前了 那時候像他們邊境的地方 有這種便民的服務 就是 瑞典的商人 把那個貨全部載在小巴士上 然後這裡就是一條 公路旁邊的空地 他們就停在那兒 就在這裡做生意了 就在這邊做生意 所以挪威人 你不用特地跑到城市去 你只要在路上 往瑞典的路上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巴士 好酷哦 他不讓我進去拍 但是裡面其實 生活雜物什麼都有 這等於說是一個小型的雜貨店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批一點 衛生紙去那裡賣 對 而且它的價差也是三四成左右 因為挪威最貴嘛 瑞典是算 幾乎算最便宜的 在北歐裡面 所以他們買瑞典的東西很划算 可是好看不一定需要買的 不一定需要錢 有時候文化也是一種好看 我記得我十歲的時候 我跟我爸爸 我們在都林 就是Torino 義大利的北部 然後都林裡奧地利 不知道奧地利 就是奧地利很近 那我爸爸那個時候 是早上十點 他跟我說 你要不要喝杯咖啡 我說 好啊 那我們喝杯咖啡 他說好吧 走吧 我們去奧地利 我說蛤 開什麼玩笑 哇塞 他說 然後他就是 當天幫我上一堂課 他跟我說 因為有時候喝咖啡 不只是喝咖啡 就是喝文化 所以他說 對 這很義大利人嘛 他說如果我們現在開車到奧地利 我們可以一邊看那個 摩扎特的房子 我們可以看 比義大利還古老的馬路 我們可以享受 當下的氣氛也可以喝咖啡 雖然比義大利貴 但是他覺得值得 所以其實你看 義大利開車 有時候半個小時 就可以到奧地利 喝那邊的咖啡多好 是跨國去喝咖啡 我是跨國去喝啤酒 還有酒類 因為美國就是一個問題 在美國要21歲才有辦法喝酒 但是如果你去墨西哥 根本沒有這種限制 所以兩歲就可以喝酒了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兩歲 我沒有這樣子去玩了 差不多六歲開始 沒有啦 亂講 沒有怎麼可能 但是我記得我們高中 從高中的時候 一直到大學 因為我們還沒有滿21歲的 我們很多男生會一起集合 然後開車去 這裡有一個小城市叫Rockey Point 離我們瘋狂車很近 要開車差不多四個小時 到四個半小時 那就是L.A到Vegas的 對 就是對我們美國人來說 是很近 但是我們就是那時候 可能是某一個週末 就是你去這邊的時候 就是變成有點像 春天喊喊的那一種感覺 哪裡都是美女 穿Bikini 白天都說 而且又有海邊 也可以喝酒 也可以買東西 也可以吃東西 什麼都很便宜 非常非常好玩 我記得那時候我就是 我大概差不多一年 我們會去至少兩三次這樣子 跟我的大學同學一起去玩 他說要他去喝啤酒對不對 跨國喝啤酒 我們曾經有一次外景 去到泰國南部的河愛 然後它這個是泰南 唯一最大的水上市場 然後那時候 我們一進到這個水上市場裡面 我瞬間只有自己來到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西亞開車到這個地方 大概只要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整個這個市集裡面 全部都是馬來西亞的人 然後就是你進去 怎樣 只有當地的那個商人 就是你賣東西的那個商人 是泰國人 然後裡面的光光刻刻在走在路上的人 全部都跟你講馬來西亞語 真的啊 然後就覺得天啊 你是不是瞬間來到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西亞人覺得說 雖然新加坡會到馬來西亞 但馬來西亞又會去泰國南部 因為那個物價會更便宜 譬如說一份可能類似鳥蛋的東西 可能泰國太太那個水上市場 才賣大概15塊泰銖 但馬來西亞可能會賣到20塊 馬來西亞的 就是其實會稍微有那個價差 那像他們會覺得說 反正這麼近 那我們就開車全家到泰國南部 去度假去玩 然後去觀光 因為物價真的就比較便宜 對啊 而且又近 對 重點是開車才一個小時而已 一個小時 其實你想一想 從台北開到天府 有時候塞車也不只一個小時 對 真的啊 你這樣比起來就覺得好近 對啊 其實台灣雖然出去都要坐飛機坐船 但是其實啦 說真的很多人到日本 尤其像沖繩這樣的地方 可以一個半小時而已 你買到很便宜的機票 然後去掃一大堆的貨 什麼電器、藥妝品 回來賣掉都還賺錢 開心 所以現在很多這種跑單幫的 週末就這樣跑 對 是 但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就是要買藥妝類的東西 像我們常去日本 會買藥妝類的東西 對 但我發現其實在台灣 很多藥妝類的東西都買得到 我跟你講 其實都很便宜 就是因為這樣子 現在出國去藥妝店不知道買什麼 真的 因為我受想台灣都有啊 對 以前我老婆去是弄一大堆 現在她不知道去要買什麼 而且接下來還有更多藥妝店 要來台灣開 平常就是愛吵架 管你是不是本國人 還是他國人 不管 全部都在吵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對 說什麼 都在吵 小小的台灣就有四大族群的人 而因生活的背景不同 難免產生文化差異的衝突 今天要來放眼看世界各國 究竟他們國家的族群又有哪些內吼呢 因為你們的國家其實族群真的很多 會不會其實我們外國人有時候是分不太出來 分不太出來對不對 真的 我覺得就是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加拿大人都是白人 或是甚至我們這些白人都是美國人 就更討厭 好像就是嘛 我們也以為 怎麼看都是 不是 不是這邊沒有穿路 都是美國人嗎 唉唷 不是啦 沒有風險 你不是有綠卡嗎 有綠卡 什麼的 就是要跟你吵架 因為你這種人 古蹟觀念那麼差 還可以主持這個節目 我就氣死人 但那種會趴車 唉唷 真的 趴得又好又便宜 唉唷 唉唷真的 我有一個加拿大朋友 他四個黑人 是他的祖縣是來自那個 巴貝多 巴貝多 嗯 他現在就北京教英文 然後就三個 上個月他過來這裡 剛好要跟我就是過生日 唉真的 我台灣朋友說 喔這個人是誰 我說這是我加拿大的同學 嗯 他說不可能啊 他怎麼回是你的同學 我給你看 他就是這個旁邊這個黑人 他是馬奴啊 對啊 真的嗎 馬奴嘛 他中間配德羅馬 所以我還在跟他講 沒有 其實加拿大各種人都有 但是後來來一個 討厭的美國人說 唉真的 加拿大沒有黑人 真的超丟臉 真沒禮貌 對啊 他就是加拿大最黑的啊 哇 我剛剛說 那加拿大最好的朋友 也是黑人 然後他是亞馬… 加美肯 讓我更相信的 就是人覺得我是美國人啊 然後我覺得就是要 這個要好好談一下 我真的覺得重點 如果你真的分不出來 從口音 你就看長相啊 沒有 可是但是你講真的長相 比較帥的就是加拿大的 就很簡單 對 而且 你確定哪一位好萊姆明星是加拿大人 很多 我跟你講 我們有萊姆 Justin Bieber Ryan Reynolds 還有什麼Tom Hanks 也是啊 Shine Carrey也是啊 加拿大人都是啊 我們也不用看 國外的 我們也看這個節目 多少美國人 我們沒有要說這個節目 很多很多 她是傑斯敬 杜莉 什麼路 所以還有誰 那 只有我一個加拿大人 對 他們哪一位比我帥 你現在跟我講 哇 哇 很敢講 那個剪接師留這一句就好 其實她真的不需要 我同意 同意嘛 對不對 我同意 同意的舉 舉 圈 耶 我同意 你可以比較他們的那個總統吧 他們的總統 川普跟那個Justin Trudeau Justin Trudeau 很多人愛他 他就是小時候很帥的照片 就是這樣 他真的是小鮮肉 川普就是什麼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她是一顆橘子 好嗎 傑斯丁 還是型男還是帥 但她的帥就是 你會覺得 如果她說很帥 你會覺得 她真的很有自信耶 但是 如果我說我很帥 你會覺得 很討厭 她已經這麼帥 還可以自誇張 就不行啊 我比較 我們還是滿討厭你了 有別的人可以接她的 應該 我正準備要說 其實加拿大人的最大的差別就是 他們很有禮貌 有嗎 有嗎 真的我剛才很委屈 你確定你是加拿大人嗎 我剛才很委屈 但我這次也要講真話 讓大家理解 真的 加拿大人走出去啊 你在外面只要聽到那個 把不好意思都說成 抱歉的那個就是加拿大人 真的 就連開個門 人家幫他開個門 你意思要說謝謝 謝謝你幫我開門 你會說 抱歉謝謝 你會先說抱歉這樣 抱歉 全世界的走到那裡都是這樣 而且你只要是看到有那個 就是真的白白的乾乾淨淨的 可是你身上某一個地方 一定會有那種就是 枫葉啊 一定會有枫葉的樣子 說抱歉的都是加拿大人 對 然後 抱歉 抱歉 對 然後還有枫葉怎麼 就是你都愛穿圖 生怕不知道你們加拿大人 不一定是圖 他們就是好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出國怕就是迷失 還怎樣 會認不清楚自己是哪一個國家來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 加拿大風力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很好認的 真的 真的就是一個 一個標誌嘛 就很容易看到 因為我們剛剛說看不太出來 除了這個 帥氣這個將相 但你要先知道有個加拿大跟美國人 才可以翻得出來 對 但是其實我發現很多台灣人是看到我們 我們型男 比如說走進去一個餐廳或什麼 他們真的是認為我們全部 都是美國人 這個不是壞事情啦 因為有時候美國人也分不清楚 誰是美國人 誰不是 前幾年有流行一個 一張照片 然後這個照片就是有幾個 呃 就長得好像摩西哥人 然後皮膚比較黑 然後他們在那個 你知道Mount Rushmore嗎 Mount Rushmore就是那個 有總統的臉 在那個山上 是 然後他們那個照片就是 有他們三個在對那個鏡頭 逼種子 然後你會想說 就是哇 超多人都在那邊留言說 哇這些難移 難移民的人 怎麼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才要這樣蓋那個牆壁啊 什麼都罵罵罵罵罵罵罵 罵了一個禮拜喔 把他們罵得到一個禮拜 結果那個新聞出來說 他們是美國的原住民 蛤 對 真正的美國人 真的啊 對 很誇張耶 那個大家以為我是美國人 那個 我原本是我很生氣 我就說 我不是我是英國人 但是現在有道理吧 因為如果你是把美國的白人 是那個加上加拿大英國澳洲 南非什麼阿爾蘭德 放在一起 還不到美國的那麼多的人口 所以有道理啊 白人會講英文 可能就是美國人吧 有道理 沒關係 但是英國的 就是大家分不出來 就是我們的口音 英國那麼小 我們口音比較多 所以大家真的 那個聽不出來 我們是哪一個 但是英國人很明顯 我聽到誰講話 我就是知道 它是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的北部 我就知道很明顯 因為我們都學過 所有的口音 我們一聽就知道這高雄槍 對 或者是台中槍 但是台灣就是 我們就可以 英國真的 你開車20分鐘 就是完全不同的口音 你再開車半個小時 完全不同的口音 這個其實很有趣 那但是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可能是有點痛苦 我幾年前跟兩個美國人 一個英國人 去泰國背包旅客 然後那邊背包旅客 不少 英國人也不少 但是我們遇到一個 英格蘭背部的 新加州的人 他們的口音超重 那他是跟我們 玩三天四天 美國人每一次這個背部人 講話 他們都是看我 看那個英國朋友 就是 你可以翻譯嗎 他是說 早安啦 他是說 他是說什麼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他是說 他是說早安 他是說 是嗎 那你可以幫我跟他說早安 那是沒有關係 英格蘭聽得懂 美國的口音 你不用擔心 他每一句話 然後他們越來越醉 也沒有越來越重 所以你聽不懂 像我在台灣 我有一個英格蘭背部的朋友 他教課的時候 他很標準的英文 但是一杯酒 就是 然後再一杯酒 然後到四杯五杯酒 他的女朋友也聽不懂 真的 那是亂七八糟的 是太多 太多口音太重了 有些地方口音聽起來 真的很辛苦 你怎麼聽都聽不懂 真的還要放字幕 但是大家都是說英國牆 對不對 就是我有英國牆 這個是英國的熱門 可能是 有這個口音 所以你們說英國口音 好帥好帥 我聽到這個 因為威爾士人 我是威爾士人 沒有這個口音 因為我已經在國外 十年多 我們現在印象當中的那個 英國牆是哪一個 那是有錢靠近倫敦的 因為光是一個字啊 比如說水 對不對 Water 在我們的想法 可能是 Water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聽過很多 Water 那這個 Water是來自哪個 哪個區域的 我跟 偷的是他舌頭腫起來 我跟 我跟英國人講話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I want to drink water 但是我跟其他人 我就說Water 因為他們可能聽不到 就是 北美洲的那個ABC 有二十六個字 英國大概十三個 全部的D就是被抽掉吧 阿里波特裡面那個 就是標準的英國腔對不對 整個電影都是 對 因為 你要演那個的話 你需要那個 導演什麼製作公司 只是說 你需要練習那個 RPM 不然你演不到 很好的 我之前在大陸 武當山那裡練拳 就是 認識一個朋友 我問他 你來自哪裡 你不是英國人嗎 他說不是 他說我是威爾士人 我說 威爾士是哪裡 然後我看他的窗上面 有一個國旗 有一個龍 我說這是哪一個國家的 他說這是威爾士啊 我說威爾士是哪裡 你不是英國人嗎 他就很生氣 因為他自己很驕傲 很自豪是那個 威爾士人 我覺得英國好難分辨 太難找了 真的 因為像我之前也是坐飛機 我也是坐飛機 然後隔壁就坐了一個外國人 我就問他說 我就問他哪裡人 他就跟我說 他要回家 然後他是蘇格蘭人 我說那你是英國人 他說不是 我是蘇格蘭人 我說蘇格蘭不就是英國的嗎 他說不是 我就是蘇格蘭人 後來那一整趟飛機這麼長 他真的都不再跟我想話 就是他好像 他生氣了 沒有 你問他 他也是一樣 他說他是威爾士人 他不會 對 他也不會說他是英國人 而且你還堅持耶 因為我就想說 不就是 因為我們這麼多有我們的印象 蘇格蘭就是英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意思 是不是說 我們問紐約人 他說你是美國人 他說不是 我們是紐約人 的道理是一樣的嗎 那個也是有道理 因為你不要南部人 沒有人想要擋美國的南部人 因為他們都是中蘇氣 是紅波子對不對 所以你跟他說我是美國人 不是 我是紐約 不是 我覺得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很像是 我之前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有訪問那個 然後就其中一個男的 就問我說 喔 你從台灣嗎 我說 沒有 台灣 他們搞不清楚台灣的台灣 他就說全都在亞洲 都在那一區 我就覺得 沒有 我是台灣 這樣子 意思是那樣子 然後因為像那個 就是我在西班牙的時候 西班牙本身也是這狀況很嚴重 因為北部人就是一直很想要獨立 所以如果你去西班牙 你去巴塞隆納 你就是跟他們說 你們是西班牙人 他們就是也會生氣 他們說不是 我們是巴塞隆納人 就是不能說是西班牙人 如果你是說 為什麼要這樣分 剛剛說那個蘇格蘭的那個部分 如果你是說英國 那個是我畫畫 我畫得很爛 沒關係 我是英文老師 不是 藝術老師 我是英文老師 這是誰的襪子 沒有講錯 沒有 跟你說的 畫錯動我的腳趾就出來 就是 那是英國 那個是全部 然後分的是英格蘭 那是英格蘭 那是蘇格蘭 北愛爾蘭 所以如果你是跟他說 你是不是英國 那個是這邊 但是如果你說 英國 那個是這邊 大國家是英國 英國 英國 但是英格蘭 是英格蘭 很小的 義大利其實 義大利人不會分得那麼清楚 說我是哪裡人 我是哪裡人 大家都會說我是義大利人 可是因為 大概英國一樣 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國家 其實我們 義大利只有成立不到200年 之前都是分開的 然後 這個是我的老家 Drieste 但是非常非常的北部 一定是到邊邊這邊 然後離威尼斯很近 其實 我們這邊的 義大利人 Drieste 義大利人 有幾乎一半 都是跟斯羅維尼亞的 是混在一起 所以 其實有時候你在 而且這兩個文化 義大利跟斯羅維尼亞 是很衝突的 我跟你講 斯羅維尼亞人 住義大利的斯羅維尼亞人 其實他們跟我們的 義大利的 非常不一樣 他們 所以對工作 很 要求就是很多錢 因為他們國家比較窮 所以他們一直在考慮錢 那我們每次會覺得 這樣跟他講話 很有壓力 那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因為我自己是賣吸塵器 然後我的同事是斯羅維尼亞 是斯羅維尼亞人 但是 但是我那個時候 不知道 然後我就跟他聊天 聊天聊天 有一天他邀請我去他家吃飯 然後我在路上的時候 他一直跟我講 他想要更多錢 什麼做什麼生意 還要把我拉 就是拉我做一些 跟他做一些生意 我還被他騙兩萬塊台幣 那個時候 可是我聽了的時候 會覺得 媽媽 你講話很像斯羅維尼亞人 你夠了沒 然後 他就很安靜 整個路程 他都沒有講話 到他家的時候 他家很漂亮 說很有錢 那我在想 你很有錢啊 你那麼擔心錢 很煩耶 你很像是斯羅維尼亞人一樣 不要再擔心了 然後又講了 然後他媽媽 他媽要送菜 然後他會說 Doberdan Doberdan就是斯羅維尼亞文的 武安 哦 然後就 對 你應該超尷尬了吧 非常的尷尬 對 非常的尷尬 台灣人以為瑞士都是白人 嗯 超煩的 其實每次有人問我 你來自哪裡 我說瑞士嘛 他們說 你騙人 你騙人 瑞士不都是白人嗎 我覺得 對啊 確實啊 沒有 真的幾乎啊 你幾乎看了 比較少啊 所以我現在就不敢說 所以我現在說 你猜猜看 有一次 我比賽受傷啊 去醫院 那個美女那個護士照顧 然後她說 嘿 你來自哪裡啊 你好帥啊 怎麼樣 你好帥 你自己家的吧 你自己家的吧 自己家的 這個我自己家的 對 我自己家的 我自己家的 然後她說 那你猜猜看 她說 你是非洲人 我說 嗯 對 她問我 那你 你會不會說 非洲話 嗯 非洲話 是 那是這 有很多國家 都開始打工 她說 對 非洲是共和國 對不對 是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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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了一下 後來又痛了 不是這樣 指痛藥給我先 可以嗎 對 反正就是很奇怪 就是台灣人不理解 為什麼 瑞士有黑人 有一次在學校 別人介紹我說 那是瑞士級的學生 我聽得不舒服 說真的 因為 我媽媽是瑞士人 我爸爸是卡馬龍人 所以我學童一半的是瑞士 所以我是瑞士人 不是瑞士 不是瑞士級 瑞士級 瑞士級跟瑞士人差在哪 差很多 因為 就是 血統啊 因為瑞士這個 呼召就是你父母是瑞士人 你就也是瑞士人 對 然後瑞士級 所以你又去申請 就不一樣 差別在哪 其實她這樣子的痛苦 我真的很明白 就是瑞士級 跟瑞士人嘛 對不對 好像我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很崩潰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 我的台灣朋友 他們就說 有一次聚會的時候 就開始介紹 他是來自義大利 他是義大利人 他是美國人 他是越南人 他 他是馬來人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對 然後 可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級 有很多的種族 有馬來裔 有華裔 就像我 那還有印度裔 還有本來的原住民 好多喔 那我自己就是 我的祖先就是從 中國 然後打仗的時候 過範到 他們所謂的南洋 也就是馬來西亞新加坡 然後我就是 新移民的 後代 所以 基本上我是 所以那個時候 我的朋友 來聚會的時候 他就說 他是馬來人 我就會覺得 我的理解就是馬來西亞人當中的 馬來裔 可是我就不是啊 對 可是很多人 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如果你有馬來西亞朋友的話 千萬不要因為就是縮寫 又或者是方便就說 他是馬來人 我們收到是不一樣的意思 馬來人跟馬來西亞人 你們會有很 就是 分得出來嗎 對啊 對啊 馬來西亞人是國籍嘛 那馬來人就是一個種族 那譬如說 馬來西亞的華裔 女生他們不會這樣打扮 但是馬來西亞的馬來裔的女生 他們因為 就是出生馬來人嗎 對 然後他們因為宗教的關係 他們就會帶頭巾 爛腳 對 他們是回教徒 然後 然後我這樣子 其實我那個 這個部分 我真的是有被人家糾正過 應該是馬來西亞人 也是像你這樣跟我講說 對啊 其實他們不同 我的錯覺是在於 每次去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因為 只要是一看到印度人 我就會覺得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有自己的區域嘛 就是印度區域這樣 然後我就去找東西吃 然後後來就被人家糾正說 NO 那個不是印度人喔 那個是馬來人 然後我就覺得 喔 了解 但我根本還是搞不清楚 所以他們外表就長得 還是一模一樣啊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分辨嗎 就是說 因為他們是回教 回教徒 所以如果有包頭巾的是馬來人 對 有包頭巾的女生是馬來人 但也有一些馬來女生 她們比較愛打扮 她們就不戴頭巾 對 我說的是男生 對 男生那個膚色都是一樣深的 都很像印度人 真的很難分別耶 對 男生是真的比較難分 對 對 那譬如說膚色好了 那華裔就是 大概我們這樣子的膚色 但馬來裔會比較 比較 他們皮膚會比較油黑 更深一點 對 而且你真的是去馬來西亞 我在發現馬來西亞 它真的是人種太多了 你沒有辦法分清楚是哪一些 那其實我們去那邊的時候 有時候會碰到一些 很好的朋友在那裡 你去他就做地培 他告訴你哪裡可以玩哪裡 可是我們 就像你說我分不清楚你到底是 馬來齊的是什麼什麼什麼人 所以在他帶你工作完的時候 你想說我們這麼難得去一次 然後我們要請 他吃個飯 那點了餐廳之後 到了餐廳我們也不知道 就把一些該菜 點的菜都點好了 那這個菜是因為 我覺得就是 他們也推薦了哪些 特別好吃的菜 那當然一定是以這些 是華裔餐廳嗎 呃 是馬來西亞的餐廳 但是也不是華裔 這裡面就是 也就是馬來人嘛 我想問 裡面有沒有豬肉 這就是我現在要說的 因為我不知道 我就點了 我點了一個肉 肉 豬肉的肉 像獅子頭一樣 Oh no 對 結果我那個朋友 他當場就把筷子這樣放下來 那還是尊重你 他應該插在你的臉 沒禮貌 不是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是怎麼 我以為是怎麼了 我還問他是 有什麼問題怎麼了 他說 你不知道我們不吃豬肉嗎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 我到現在搞病 因為你真的沒有人會特意強調 出去跟你說 我不吃豬肉 因為他又是我那邊的朋友 但是他 他如果是你朋友 你應該知道他是 我不知道 因為他是來台灣跟我學 上課的時候 他回馬西亞 因為我常常到那去 所以他是當地在那邊 但是他來他也沒有跟我說 我不吃豬肉 那我們也真的是好心 就是請大家吃個飯 而且他點很多 對 這樣的好意 全部都是豬肉 這個好意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回教徒他們的食物 就譬如說在馬來西亞的華裔餐廳 你絕對絕對看不到馬來 馬來朋友 因為他們 因為宗教的關係 他們不吃豬肉 所以有一些 特定在那個餐廳外面 有一個貼紙叫 哈拉 哈拉的意思就是 他所有的儲具 他們很嚴格 對很嚴格 所有的儲具 都是沒有豬肉 所以他們只吃羊肉 牛肉 雞肉 他們炒的鍋子都是要分開 對 都要分開 但是馬來西亞還有印度裔 但是印度裔 又跟我們吃的都是一樣的 然後在馬來西亞也有一個傳說 如果你在 馬來西亞的華裔餐廳 看到印度裔的話 那間華人餐廳一定超好吃 好 對 那我記得我在小時候 說回那個豬肉的事情 我小時候 幼稚園的時候 我都是華人朋友 但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班上就有馬來同學 然後有一次我跟你一樣 就是好 不曉得 對 不曉得 然後剛好這個馬來男生 他也住在我旁邊 那時候剛好七歲 然後家裡就帶了 跟你一樣 便當 有豬肉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下課的時候 我就跟他分享嘛 結果一跟他分享的時候 他超生氣的 然後 他好像有吃到一兩口 然後他 算嚴重耶 因為他從來沒有吃過豬肉 所以那一天我還害他拉肚子 所以 我記得那個時候 他跟我坐 他坐在我隔壁 然後後來 二年級開始 我們就開始 開始 不一樣位子了 可是到 小學六年級畢業 他從來 沒有跟我說過話 就因為豬肉 他很生氣這件事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 對他們來說 我們很有心 可是我們只是錯了 如果妳跟我說 我不要吃醬肉 可是他真的很生氣 可是對他們來說 這是一個很嚴重 很嚴重的事 非常嚴重的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很少碰到這種狀況嘛 對 對不對 那在你們的國家裡面呢 真的很多很多的群組 這個融合在一起 會導致一個狀況 就是明明我們都是同國人 可是我們的行為個性是差很多的 差很多 對 加拿大以前我們猜疑點分裂了 就是因為虧貝科那邊 他們以前想要分開 那這個我 以前他們一直都很想要啊 對 對 就是因為加拿大以前是 英國跟法國人致名 然後建立了一個國家 到最後就是英國人比較多 法國人有一點 可以說被壓迫嘛 沒有那麼多自由 沒辦法就是表達他們的文化 他們不滿意吧 所以在1980 他們先想做這個 投票的事情 就沒有就是被打發很慘 但是1995年的時候 超近 他們那個虧貝科省 他們做那個投票 是49.5比50.5 然後剛好就是50.5是 石頭不要離開 就差一點點要走了 所以其實從那時候 以後就是政府 就是盡量就取悅虧貝科 比方說他們現在當地人 上學大學會就是便宜多了 有可能也是免費 所以他們也是假日比較多 像我們7月1號加拿大過清日 在那邊 我曾經去過 很晚比加拿大過清日 好好玩這次 法國是Bastille Day 7月好像14號 他們所以7月1號加拿大過清日 7月14號也會過那個Bastille日 Bastille 所以就是 沒有像以前那麼的刺激 但還是有一點點像去那邊 如果你問路的話 我以前 就算我以前去法文 還是有時候想不太出東西 然後去那邊問路 他們還是會有一點冷漠 你問路 請問這個地方在哪裡 就把你當空氣 就直接揍掉 對 還是有 他們也會看人 對 還會看人 不是 但就是 還是有一點這種狀況 我要講就是那些小民族的 苗族人 苗族人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一群人 苗族 你說雲南那個苗族 這個英文是什麼 H-M-O-N-G OK 是雲南的苗族人嗎 雲南 那是雲南人 有分很多個地方 最大的人口 是好像在中國的南部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 Campo 還有越南 還有什麼 遼國 這些國家 但是因為 好像差不多第二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有在收他們很多 就是他們就是第一代了 所以他們還不會講正確的英文 但是就我這一代 跟可能我 我表哥他們那一代 就是已經出來 然後可以在美國出生長大 那你 就是會有正確的英文對不對 對 但他們有一個解釋是 真的是很好笑 他們就比如說 那天我們在上課 跟那些苗族人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 就聊得很正常的東西 然後就是跟 聊英文 好像我跟阿龍一樣 就是 又來了 又來了 就是全部是很正確的英文 結果 結果他們要跟自己的一群人 講話的時候 他們通常換到破爛英文 對 他就突然就轉頭跟他的朋友講說 欸 像新加坡人 像新加坡人一樣 對啊 跟他們自己人講話會英文 他們會自己的 對 但是你在美國出生長大 他們只會跟自己的人 對 講破爛的英文 怎麼了嗎 這愛到你是不是 就很棒啊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你明明就會講很正確的 我喜歡 破爛英文 跟我主人講話怎樣 那你在講說什麼 假曬黑 對 還有這個義大利人 真的很誇張 我跟你講 他們有一句 你每一個故事開頭都是 這個什麼 真的很誇張 然後很整齊 然後他們會去 假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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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罵我們的名字 你可以想像一個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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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那個塞... 就是一整天就是 運動、洗衣服、塞太陽 嗯嗯嗯 禮拜一 嗯嗯嗯嗯 禮拜二 國外有那種啦 用噴的 對... 他們是... 也像日本一餅酒辣妹 我覺得 他們是蠻有趣的一個裙子 我覺得你可以... 我跟紐約... 紐約... 紐約一半都是義大利人做的 因為那個時候一百年前 一大堆義大利人都移民到美國 因為我們義大利很窮 然後他們要在美國工作 然後把錢送回義大利 然後我們義大利這樣 哦...好像變得比較好一點啊 對... 建立了很好的黑社會 對... 你們的黑道都來了 在美國建立了 跟一個義大利一樣的黑社會 非常強的 就是... 但是因為他們... 為什麼有黑社會 因為他們從義大利西西里島 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到美國 然後都是... 對... 黑社會一大堆 所以他們建立了 可是呢 除了這個以外 美國的最大演員 義大堆還有導演 John Travolta Robert De Niro 都是義大利 Marty Scorsese 那個導演 還有... 焦富... 焦富的... 福 焦富的裡面的所有的圓圓 都是義大利學童 越來越沒有名的 只有三個 四個 焦富就在講義大利的故事 對啦 可是那些... 大家想不起來 可是那些圓圓啊 一直到現在說是最強的圓圓 真的... 對... 還可以... 阿嘉王這個之後 我們義大利跟美國的義大利人 已經差太多了 因為我們那些在美國的義大利人 已經一百年沒有回義大利啊 是... 但是義大利的披著到美國 確實比較好吃啊 但是他們會說他們... 他們會說他們自己是義大利人嗎 對 所以你去那裡的時候 你去美國或者講加拿大 也是有一些講義大利文的加拿大人 而且他們講一個南部的奇怪的方言 他們也不會講正式義大利文 那我想要請問一個問題啊 就是義大利到底是... 是不是認為你們那個... 麵條是你們做的 還是中國人做的 呃... 沒有 麵條 麵條 OK 如果你問人... 你問那個人民 大部分的人會跟你說是我們發明的 可是如果你問有教育的人 可能念過大學 大部分的人會說應該是從中國來的 對 因為我們義大利麵是一個比較新的 是比較新的東西 他的歷史上是那個馬克波羅已經... 之後...馬克波羅之後 才會有義大利麵在義大利 之前是沒有的 那在義大利麵之前你們都吃什麼 麵包 麵包 麵包還有餅啊 有點像那種中東的 他們吃那個醬 中東的那些餅 披薩也是很後面才發 我們...而且歐洲... 歐洲去美國之前 我們義大利沒有番茄 所以披薩最主要的是番茄嘛 對 我們義大利叫番茄的名字是... 金蘋果 因為... 是從美國來的蘋果 真的假的 喔 哇 所以義大利引以為傲的 義大利麵跟披薩 都不是他們的 都不是他們的 所以美國才是正確的義大利披薩 那後面就是有這些人 直到你們加了鳳梨跟火腿之後 鳳梨是加拿大人加的 不好意思 真的假的 鳳梨是我們的 真的 鳳梨是我們的 高雄來的 嘉義的 這不是夏威夷口味 夏威夷口味 是加拿大人發明的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你可以研究我 對 真的 剛剛Justine是說 那個苗祖他們會分那個 跟人家說的很標準的英文 然後跟互相就是講的是很隨便的 但是在英國在威爾士也是 那個語言的關係吧 就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的語言 所以那個如果我們就是... 我的威爾士話沒有那麼標準 因為我的家是從城市來的 所以有點像那個台語 在台北市大部分的人是講中文 然後你去上下就是台語對不對 所以英國威爾士是這樣 但是如果是有一些威爾士人 他們講威爾士人 威爾士的話 有一個英格蘭人還是蘇格蘭人 進來的話他們就... 你可以示範一下威爾士話跟蘇格蘭的話 蘇格蘭已經很小 我不知道蘇格蘭的話 但是英國英文就是... 英格蘭是英文 但是威爾士如果你是說 英文Good morning 威爾士是波羅達 你講那個你好 完全不一樣 詩麥 那阿倫是... 什麼...你們剛剛講話 就是你好 威爾士是詩麥 如果你是說... 比方說... 我可不可以去上廁所 是... 這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們今天有原住民的話 是一樣的道理嗎 因為那個威爾士已經... 那個現在沒有那麼多人 如果你是... 比方說是什麼... 政府的 如果需要專業的徵職員 就是可能是在英格蘭找 他們很厲害 但是他們不會講威爾士話 所以發生的事情 就是最近發生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徵職員 他是交通部 所以有一個那個路表 然後我們的路表都是需要雙語 就是這樣 是因為第一個是威爾士話 然後第二個是英文 那個是... 就是 Welcome to Wales 歡迎來到威爾士 這樣 然後... 然後這個... 英格蘭人 他在威爾士政治那邊工作 他是交通部 就是有人跟他說 那個... 這條路不能用 你需要翻譯一個路表 就是說... 一陣子不能用什麼 就是他們修理那個路 他說好... 然後他大好啊 然後這是... 需要翻譯那個威爾士話 所以他找... 他是傳疫苗給威爾士翻譯簿 他們就是... 立刻還給他 他說很好 就是用那個威爾士話 翻進去 然後他的路表 那個隔天是放的 但是過後一個小時 很多人已經抱怨了 他們說那個路表很亂七八糟 他說... 是不是他們是開我的玩笑 欺負我什麼什麼 然後發現之後那個路表 上面是說... 英文就是 Road Clothes什麼什麼 但是他上面的威爾士話是說 對不起 今天翻譯簿不在 我們休假 有什麼問題 今天就傳... 再傳給我們 我們可以幫忙 但是他一點威爾士話都不懂 所以他一點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檢查過 他是Copy Pay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錯啊 沒有檢查 對 沒有檢查 因為他是英倫人 但是他也沒有錯啊 怎麼說 他也沒有錯啊 就是沒有反應啊 因為今天那個人不在啊 因為他不知道威爾士話啊 你講這段幹什麼 比達利北南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衝突在文化上 一個最主要的就是說 生活的態度 北部人愛賺錢 南部人很愛休閒 這是... 真的... 這是真的 我之前啊 我工作的時候 我那個義大利的老闆 他是非常的北部的人 然後他的公司很像 非常非常的不高興啊 但是員工很多 然後他們每天一定要加班 加班很多很多 然後他非常的嚴肅 然後跟他說... 然後他都晚上都睡不著 非常非常大的壓力的人 然後他跟我說... 對啊 因為我們不是來這個世界 混日子 我們是要... 工作很認真 賺大的錢 這樣才是生活 然後他就是... 這樣玩這個他要去看醫生嘛 你知道嗎 沒有...過年幾年之後 我認識了一個南部人 他是最南部最南部 西西里島的人 他是製造飛機的 在哪裡 他的公司只有十幾個人 而且他是很成功的 所以他並不能說他是一個偷懶的人 可是他跟我說... 啊... 我現在我已經有兩個小孩 所以我一定... 下午四點我一定要先下班 然後我就回家 周末我不可以工作 如果客戶下單 我就跟他說要等 我們沒有那麼快 是 知道嗎 然後他就是... 他... OK 他做的量 我...真的 實在是說他可以做更多其實 可是他不願意 他就是想要休息 而且他... 有固定每天下班 一定要那個... 太陽下來之前要先下班 因為可能... 有可能要烤肉 所以... 所以要... 好爽 所以如果太晚烤肉 不行 而且他說... 他跟我說如果員工太晚到家 他們是不是很晚吃晚餐 對 那如果他們很晚吃晚餐 他們是不是明天早上 沒有那麼想要來上班 然後這個老闆這樣做得還是成功 可是他有時候那個單子來 然後他直接拒絕客戶 他說我... 我送不出來 不好意思 然後... 對啊 他說我送不出來啊 但我說我不願意為了客戶 犧牲我這一輩子在這個世界上的 就是享受生命的這個機會 這麼帥 太帥了 超帥 好帥 對啊 那當然... 太太南部經濟狀況非常的差 對 當然啊 謝謝 這樣子如果還很好的話 那就有鬼了 對 對是... 就是有分嘛 有分發語區 德語區 我們是語區 意大利語區很多 啊... 刻板印象就是說 發語區的都是酒鬼 啊...就是愛講笑話 謝謝 對...不認真 就是跟我... 就是馬奴們 對...就是跟我一樣 一樣一樣 就是我 那對語區的刻板印象就是 鬼毛嚴肅 嗯...就是... 好像每天在下一個... 特少俠們 對... 沒錯 就是...就是他們 就是他們對語區比較喜歡 這兩個人每天生活在一起 能不打架嗎 那...以前是在對語區上班 當時德文很好 我們有一次就是... 開會要用很多專業的名稱啊 就是工程方面的 然後我們問跟主管能不能用... 英文這樣讓大家方便 怕說錯嘛 然後... 對語區的同事就翻臉說 這裡是德語區 你們好好學德文啊 哦... 不好意思 你剛剛是有... 你這樣死下滑了啦 不是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這樣說話 每次... 就是跟同事很悶啊 因為... 他不願意說法文 他會...他不願意說 我們會說德文 但是他又不願意說法文 我們也不想跟他說話呀 所以... 就是很悶啊 他有時候就是... 欸... 禮拜五可以喝酒嗎 可以就是吃飯 喝酒啊 快要下班了 就... 有酒放在那裡 就是葡萄酒很好喝 欸...喝不完 我說那... 喝不完可以帶回去嗎 他說可以可以帶回去 然後我就把兩瓶放... 放... 衣服裡面 然後被冰擦啦 他就... 沒有... 他就說... 你看... 你們法育去啦 酒櫃啊 喝酒... 喝酒... 這樣... 他們就是啊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為什麼一直在模仿鎮言法 沒有啊 我在那裡大概... 快半年都... 一個朋友都沒有啊 是... 反而我跟法國人比較好 那時候... 跟法國人比較好 跟他們就合不來 瑞士人一個人平均會講幾種語言 呃... 平均... 兩種最少 最少 三種是... 很一般的 很正常的 但平均是兩種 我覺得... 因為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覺得講法文的人真的 他們就有一股傲氣 不管來自哪一個地方 因為像我之前就有去瑞士的那個法語區玩 然後我去了之後就發現 欸... 我不講法文真的是好像寸步難行耶 就不太會有人鳥我 而且他們是看不起 對... 就是很鄙視 所以後來... 我要去那個法國玩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就找了一個家教喔 然後就是... 緊密的幫我補一些那個生活 然後日常觀光的用語這樣子 結果我去一跳法國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我連點個菜也都沒辦法 我去餐廳點菜那些店員都... 一直跟我說他們聽不懂 我想說怎麼會 然後... 所以等於我雖然學了很多法國文 最後點菜還是用紙的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還從法國打越洋電話給老師說 然後就是把我今天那個... 今天講的法文講一遍給老師聽 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啊 結果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我請的那個老師是... 那個日內瓦人 所以... 法國人瞧不起自內化的那個法文 然後... 然後你都說聽不懂 然後你用法國的法文去瑞士 他們也不喜歡你 對...就是很排位 就是他們自己喜歡自己的... 對啊 一點都不喜歡 怎麼這樣啊 一聽就翻臉 對... 一直說都聽不懂耶 明明我講的就對 但他們就說聽不懂 怎麼都講法文啊 沒有那個... 因為瑞士人認為自己是很高尚的啊 法國人認為自己的法文才是法文 對啊 然後英國跟美國一樣啊 對 我覺得去瑞士 真的盡量不要學任何東西 因為他們所有的東西 你去國外都不能用 我上次聽了一個瑞士的義大利人 他講義大利文 我在...我在想你... 你義大利文是不是沒有學好 因為那時候秦老師 我們哪聽得出來他是哪裡人 我只是想說他會講法文 然後外國人他就是法文這樣 你要去法國一定要找法國本地的人教你 我現在知道 然後去瑞士要找瑞士本地的人教你法文 對... 而且... 但是你... 你可以示範一下法國的法文跟瑞士法文 到底要怎麼分 我到現在也分不出來 我到現在也分不出來 大家好 我是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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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跟胡瓜 你怎麼像一個山東的伯伯 他剛才說我一直覺得他有客家腔啊 真的耶 一、二、三、四、五 哇... 其實馬來西亞華裔也會有一點點把我們跟馬來裔有點分開 但其實個性上就很明顯 那大家知道馬來西亞的一些白手起家的富商呢 通常都是華裔 然後... 譬如說大家熟悉的雲頂高原 那就是華裔的企業 那其實有一次我在當兵的時候就有問到我們的這個馬來同學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看馬來西亞的華裔 他說 你們啊就很愛賺錢 然後你們就很自私 你們就只顧自己的事 然後就讓我想到有一次我的車上在路邊就跑毛了 然後幾分鐘之後很快 就有一個大叔停下來 然後下車他是華裔 然後我就覺得我不知道他要幹嘛 然後就開始看看我的車的狀況啊 就開始問啊關心啊 然後後來他就把一個名片遞給我 然後他原來是想賺錢 然後我問了他價錢之後我才知道 哇...好貴 然後我就說 不需要了... 那你就... 你就做你自己的事吧 然後後來再等了一下 就... 有另外一個他騎著摩托車 就是一個馬來裔的 然後後來... 我也等了蠻久了 後來我就想說 好 算了 總之就... 就...也沒辦法嘛 就是... 自己不好運 然後... 拋毛了 然後他就開始修... 修完之後我就問他 好 那我要付你多少錢 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就住在這條街上 然後我也在這裡工作 所以你在這條街上出的事 就是我的事 所以他就說 就是等於那條車的... 那個...那條街的車 都是他趴機 對 他管的啦 對 和小良哥是一樣的概念 是 然後後來他們就... 就很熱心住人他們就說 反正我就住在這兒 那... 你下一次有經過這兒的話 就... 就... 要找我幫忙都可以 就他們... 就是會這樣 對 先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G commute 孫季強 下次見 拜拜 我們就是 我們英國人很多 我們想獨立的法國人 我們還有原住民 然後也會分這些城市 你有多倫多 你有溫哥華 中間也有一個想得州的卡加利 東邊完全還沒見到他們 但是 就是因為我們都可以吵半天 但是一旦有人說 你們是美國第51州 That's it! Stop! No! 我們都站在一起 然後我們一定就是 Oh! Canada 假的 全部都會站在一起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很明顯 不用說去跟修 就算我去卡加利的時候 我們是挺多倫多 我們還穿我們多倫多在那邊 因為會跟大家吵一下 很多卡加利的粉絲 但東奧來的時候 加拿大對上美國 你去哪裡 全部都在一起 不管你是挺卡加利 文革華 多倫多 我們只想看美國輸喔 假明天再打 其實在美國51州裡面 他們算是最團結的 對 哇賽 我想問一個 阿拉斯加人 阿拉斯加人自己 我一個朋友是阿拉斯加來的 他說自己覺得他是比較像加拿大人 是嗎 阿拉斯加 為什麼阿拉斯加會覺得自己像加拿大 滿北的 因為很北的 我也聽過這樣子 而且我也覺得 我個人也覺得 阿拉斯加人真的比較像加拿大人 他們也是分開的 你有美國 然後加拿大 然後就是阿拉斯加在那邊 就很尷尬 我們故意的 因為他們以前是俄羅斯的 然後他們俄羅斯買 怕俄羅斯人就攻擊西方這邊 然後最後就變得很奇怪 但真的 你放在那邊 全部都有慕斯 都有北極熊 叫加拿大好不好 對啊 我幫你畫畫 我幫你畫畫 就是這樣 我畫就是很標準的畫畫 什麼東西 這個是美國的那個 阿拉斯加 所以對 真的是很像加拿大 你不能畫這種東西 不能播啊 這個 這是什麼怪 這是怪怪的東西 是美國跟加拿大 很明顯 不是 對啊 我想說 我覺得就是 就是畫畫的人的問題 很明顯 就是阿拉斯加 就是加拿大 是美國的本地 就是 對 所以明明他們 他們就覺得他們是 比較像加拿大 天氣什麼都一樣 文化好像是一樣的 很輕鬆的 他們有禮貌 對 沒有恐怖分子那樣的 那就是好像紐約有 那個China town 對吧 然後Little Japan 就是Little Canada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 你們 你畫的這個 讓我只是看到就是很 很短跟很 講什麼 你要走嗎 那個 那個差別在哪裡啦 其實 如果要講 美國人的話呢 那 美國人是 比如說 你看那個 2016年的選舉 真的鬧很大 就是很多人 就是很多家人 也已經跟他們分開了 不聊天 這個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 把我們全部的人 再合在一起 像我之前有一個 一個 菲律拼來的同學嘛 然後他已經算是 美國國籍的 但他雖然是移民過來 已經是美國人 但是 很多 那個 老人家不會把他 當成一個 美國人 還是會說 你是菲律拼人喔 嗨你好 歡迎來美國 然後想說我已經在這邊 辦個生 辦個生命 你還跟我講這種話 但是 因為像我跟我爸爸 介紹這個人的時候 他也是 就覺得很可愛 像菲律拼外國人 很可愛很可愛 但是 這個人後來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去當兵 他當兵完之後 他回來 我爸爸對他的態度 是完全不一樣 我爸一看到他 就是 站立了這樣 你們對軍人真的好尊敬耶 對 然後我爸不跟他開玩笑 他直接握他的手 他手上有拿槍了 沒有 沒有 他直接跟他握手 然後感謝你為我們 對 他真的是 美國人只要遇到這個軍人的事情 我們都是贊同一邊 我想知道美國人 軍人跟警察 哪一個會比較 比較大 軍人 軍人 所以警察遇到軍人也是會 樂歌氣氣就對了 很多人沒有當兵過 他們還是會這樣 就是你自己當過軍人嗎 沒有 但是我會對你這樣 就是很尊重 他們對軍人真的沒話講耶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美國的很多軍人 他們還在打仗 對啊 真的是會犧牲的 對啊 我跟你講 就算比如說像我家那邊 很久以前也會有一些 種族歧視的問題 黑白都 那個黑 黑歧視白白歧視黑的這種東西 但是只要白人看到一個黑人的軍人 他就非常尊重他 或是就是反過來的 你看他們軍人隨時會犧牲掉 我還有發現就是說 美國人他們比如說 不同州然後不同球隊他們各自支持的 只要講到那個運動的話 大家都會很激烈對不對 可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像你們講到軍人大家都很尊敬 另外一個就是 只要是一講到有人批評說 你知道美國真的是很愛管閒事 怎樣一大堆的什麼什麼的 然後所有美國人 這個時候就會團結起來說 沒有啊 美國人真的就是美國是最大的 全世界真的笨賴 就應該要有一個大家長 什麼一大堆 就是他們就是這個時候 就要很團結 他們也覺得每一個人要注重他們的新聞 但是不會看別人的新聞 沒錯 對 很重要啊 就是要看 批評自己國家的時候 你們就會跳出來了嘛 對不對 對啊 對 團結了 應該大家都是這樣吧 但是如果我要跟別的美國人講的話 批評的時候也會吵架 但是別人講說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對 你說球隊的話就是 因為英國是很多 我們說語言 語言文是分很多啊 但是每個城市都有最少一兩個 那個專業的球隊 像倫敦 它是很大 但是它有13個專業的球隊 所以如果你是穿這個球隊的衣服 去倫敦的這邊 你會被攻擊 這邊人還會丟東西 還是會罵你怎麼樣 我自己在威爾斯南部 我們有兩個大城市 我是卡蒂夫人 然後我去雙擊另外一個 穿卡蒂夫的那個球衣 就是有人 我13歲 還是成人跟我說 就是這樣 不是像3歲 13歲 就是真的很可怕 但是如果是像那個 英格蘭德 倫敦的這個隊 這個隊 如果是英格蘭德 那個全國的隊 他們都是忘記 全部的問題 他們就忘記 你可以看新聞那個上次的四組 都是 他們不會互相攻擊 互相打架 他們就會找其他國家的人 打架 就是如果這邊是倫敦這邊的人 這邊是倫敦這邊的人 通常才會打架 但是你看新聞 他們就是包 英格蘭德 然後他們 欸 法國人 就是這樣 他們不管 是一級的球衣 真的OK的 我們那時候 我跟你一起去看四組 那時候我就全英國人 就是真的 他們喝酒真的聽不懂 他們說什麼的 他們就是一直 在酒場 就一直在唱歌 就 Hey it's coming home 就一直在唱 非常團結 對 真的很特別 那後來你在加拿大人 有平安的走出來嗎 我就是 嗯 就不講話 就不讓他們聽到我的口音 就 而且他們很好笑 他們很好笑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跟很多 英格蘭德人在一起 看那個 那個足球 然後他們一開始跟你講一樣 就是大家很開心啊 然後要罵別的國家 他們也是團結的罵 但他們輸的時候 他們也是團結一起哭了 喔 真的 動蠻鬍子的男生 就 已經出了 我覺得 我覺得全歐洲真的就是很看重足球 因為像西班牙來說 西班牙就是我們有皇家馬德里 然後還有北部有那個巴塞隆納球隊 然後這兩支球隊基本上平常球迷是很不合的喔 就是一見面一定打架 然後我就記得2006年的世足賽的時候 我就在馬德里 然後那時候我去一間酒吧 然後那就是 反正隔壁桌就有一桌西班牙人一桌法國人 然後我沒有聽他們聊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溝通 反正他們後來 那天剛好有一場西班牙對法國的比賽 反正他們後來 那個看一看 就站起來開始 就是 就是開始互相要打架囉 然後這時候我看到隔壁桌又有另外一桌西班牙人 然後可是 我看到那桌西班牙他們是沒有穿球衣 可是我看到其中一個人 他別了一個巴塞隆納的那個球 那個徽章 那因為馬德里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黃馬隊的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那一桌人站起來 我想說 一定是想要趁機跟法國人一起揍那群馬德里人 結果沒有他們是站起來 就一起去揍法國人 就是整個團結起來 但平常他們應該是見了面絕對打架 運動真的 真的可以這樣 因為在馬來西亞好像 譬如說我們國民跟政府有時候 之前有一些很多的政策 我們不喜歡政府 但是 在馬來西亞 我們的國球是那個羽球 那我問過一個英國朋友 我就問他說 你知道馬來西亞有什麼事情 他就說 你們最厲害的就是 第一 貪污 第二 飛機不見 第三 羽球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很多馬來裔 華裔 然後跟印度裔 我們就會在一起看我們的羽球 然後尤其是在奧林比克杯的時候 然後政府還會跟我們全國人民說 如果我們拿金牌的話明天放假 所以我們在很多餐廳裡面 我們一起看羽球的時候是很興奮很興奮 是很好 我們的政府不會說我們自己決定 今天得得到那個金牌 我們明天就不是班 沒有關係 今天就是酒醉 因為真的好好玩 對 義大利也是在很多方面 就是南部跟北 就很多方面是非常地衝突的 然後其實在飲食這一方面 我覺得我們特別的嚴格 如果有外面的東西來 我們就馬上 整個義大利都會一起講話 像譬如說 我們 好,Expresso好了 我們就是北部 北部是固定 一天喝三杯 但是南部 他們每一天喝可能五、六杯 那我們會覺得南部人是神經病 這當然心臟應該會很容易就停止吧 那南部人會覺得我們的太弱 我們連五個咖啡都不能喝這樣 那之前我在台灣呢 我們就是開一個派對 這邊有什麼好比的 就是當沒有大事的時候 你會為了這些小事吵架 然後我們就是在這個派對 有我還有其他的義大利人 有一些是南部的 然後還有其他國家的人 還有台灣人 然後我就跟南部的人聊 就是飲食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聊那個咖啡 我問他說你們說真的 五杯嗎 五、六杯太多了 他說哪有 你們這太弱了 而且你們的咖啡那麼淡 很像那種很像女生 就是 你們喝咖啡很像女生在喝咖啡 太淡了啦 這樣也可以吵 然後 他說不然你們怎麼泡 他說給你看 然後他就準備了一個摩卡壺 然後他把那個咖啡粉壓得 就超多了 然後濃的 我覺得很噁心 然後我喝的時候 我覺得 這很恐怖 你們真的不 無論如何 反正我們就是開始 達到一個句點 就不想要聊了 結果有台灣的朋友進來說 各位 我也很愛喝咖啡 我每天都喝兩杯沒事 然後 然後我們就哭相看 不 不 立刻團結起來 立刻 不行 立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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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互相看 我跟他說 不 不 我現在泡一杯 給你 好不好 然後那個南部人跟我說 對 你這樣講才對 泡一個給他 對 那個時候就喝好了 好可愛喔 他喝了也洗不過來 小朋友 喝完那個 對 因為是晚上 所以他那天應該是沒有睡 一直很醒 應該是 但是沒關係 重點是要懂那個咖啡是對的 好的 瑞士的最好的方法 讓大家團結起來 大家一起合起來 這是七四火鍋 好 那個太好吃了 對 吃 因為在單位常常吃 就是冬天的時候 大家一起吃 一起 在同一個鍋嘛 一起 超好吃 超好吃 尤其是在山上 有節日的時候 大家一起吃 就是很熱鬧很開心 所以你們沒有吃過 我建議你們去嘗試一下 有趣耶 可是它那個酒味好重 起司鍋的味道 太濃了 不是很容易接受 不一定每一個人喜歡吃 但是好吃啊 真的要試一次 那在馬來西亞呢 像我們剛剛講的 華裔我們就很愛賺錢 馬來西亞他們就不愛工作 常常請假 但是我們面對政府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一條心 那台灣的朋友 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有換了政府嘛 那我們在換這個政府之前呢 其實我們有舉行過 好幾次的遊行 那面對譬如說 我們看到的一些 貪污的案件 我們覺得不公平啊 那我們好像有好幾次舉行了 在街上有三十幾萬人的 那個遊行 然後我看到最感動的螢幕是 那個時候有那個鎮報隊嘛 鎮報隊有時它不是會 拿一些武器要我們疏散嗎 但我看到有一排 一排全部都是壯丁男生 馬來人 印度人 華人 他們手牽著手這樣子一起 站在第一排 然後他們的前面就是那個鎮報隊 然後他們要保護女生 跟小孩在後面 然後就覺得他們是 他們是很 很有那種愛國的精神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 大家是在一起的 是 然後到了一個 到了一個時間的時候 我們所有三十幾萬人 一起唱國歌 感動的那個時候 寬節的時刻 對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哦 再見